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一名足球员一生只能获得一次 一双大脚踩在一摩上 富兰足球巨星Robert Lewandowski 获得足球员一生只有一次的殊柔 那将2022年金足甲 金足甲到底是什么奖项 这是一个由摩纳跟王室赞助 用来表扬现役球员 不只是单看一个赛季的成就 而是表扬终身成就 去年是由效力英超利物浦 被称为足球界法老王的Mossala拿下 2020年金足甲得主 是大家熟悉的葡萄牙巨星 Christiano Ronaldo 2019年则是扣罗埃西亚中场大师 路卡莫德里奇 获奖的人就可以把自己的脚印 摆在摩纳哥的海滨步道上 足球员的伟大一生只有一次 被肯定的机会 当然大家都很想要 而刚拿下大力神杯的阿根廷失望 Messi 这一届只有入围没有当选 但脚印出现在冠军大道 绝对是迟早的事 不过法国队天才前锋Mbappe 想要拿这个奖可要再等一等 毕竟金足奖是有年龄门槛的 没有超过28岁可是拿不到 欢迎新闻送一张 凌春飞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